法輪的港務分公司 和國立委談話台下 研究全國第一台海上地零的 潛激機器人 說透過GPS和太陽 能夠穿土港 透海面上的誘告跟本舍 這是法輪的港來 海上基地 研究臨環網路 海上地零 潛激機器人實在 初期 潛激本舍效果 我先去一次 可以收集三至四公斤 本舍四十公斤普及 下回後 連續客棟 就像出來的 掃地機器人一樣 只是這台海上地零 潛激機器人是潛激 崩激海邊 利用四肢 國際性化操控 在到警察保安局 就叫過GPS全國第三名 蓋液最愛舟 華年港公司表示 剛來環境 潛激最主要是普遇情理 不過以前都要使用 專家優勞優勢 如果是計劃過 又造極困難 自動巡航 還有遙控巡航自己的模式 都已經算是測試成功了 那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能會發展一艘 比較大型的船 能夠實施 真的是代替以後人工去做 清理浮游的作業 當時的海上地零 幾人 做幾台有四十萬 電力可以維持三四點 經理太陽令會通了 以天氣好賣 還可以增加上行列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麥地超過四股風景 使用記者綜合報道 請問一下